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六不满意四十九一百年的时候满意度是三十三不满意是五十这么多的不满意到底大家不满意些什么我们先搞清楚一下施诚你觉得 不是要要借听说我们满意什么第一法案最近几年到底干了什么好事没办法有满意的理解在会期里面就是每一个法案出来然后不同意有人不同意就进入政党协商然后协商开始瞧你这东西有什么好处你这东西有什么好处大家差不多瞧好然后开始整个包裹表学通过 然后如果来不及的话呢就挑灯夜战不是每个会期都这样子吗然后优先处理法案理解有些法案啊还没有通过就已经过期了还躺着呢还躺着那每次都有优先法案那其他法案怎么办呢那难道我们立法院只处理优先法案吗 要不要去打一下对这是一点而且这次有一个有一个名嘴有个建议但是还没有讲但是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次国民党呢很多的旧立委就重见落嘛很多包括很多powerful的包括党变在内 那你如果新的会期开始委员会分的话你不要让国民党的立委自己去哎这开后看好我就自己去干嘛的你就把那些可以就是有能力去主导意识不是菜鸟的就分配到各个委员会去你这样才能够主导意识嘛不然你有的委员会都是重量级在那边啊有的全部是菜鸟那你就就一定完蛋我跟你讲 所以但是我们要看说那就改革的毅力吧所以复兴改革的毅力那就看马英九马英九你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毅力和勇气针对立法院的改革 你仔细看那个民调在99年到100年国民党能够增加10个百分点的满意度其实是他们拿出guts出来通过了一些案子然后民进党被降下来一点点是就是你讲的他们阻挡了很多的法案可是问题是在之前为什么满意度那么 因为国民党每一次跟别人辩论都变输嘛大家就觉得宋先生讲的很重要啊国民党拿出guts去通过法案的时候人民就会支持你啦可是你通过的必须是让人民觉得说是该通过的 那什么是该通过的法案那什么是该通过的法案你好歹国民党要讲出一番道理出来所以你要先摆我先把它讲完就是你要先摆对人第二件事情是他不会懂得那个运作的但是你可以交付军令状 我讲这个我是因为看了这么长期的立法院的运作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当时他对于如何去处理王金平的问题很简单交付军令状 我一定要给我通过什么对我这一个会期我要通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而且我的时程是这个样的时程我的原因是这个样的原因所以我交付军令状你就执行到底你怎么执行我不管但是我交付军令状你就负责执行 我有一个我这边提一点其实王金平从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一直做到行政院做到立法院院长就是因为他很有能力完成任务 但是马总统从来不知如何交付任务 我觉得现在因为王金平院长党内还修改了规则让他可以继续的担任部分区然后来继续的担任院长想必这次的院长也是他 所以我觉得在这么长的时间大家对于立法院的不满意王金平院长必须要有一些的责任他应该要有责任所以我有一个提议就是这次有这么多的新的立委进去这个立法院然后要投票虽然他们是间接投票但是立委都是我们选出来的所以王金平院长或者是洪秀柱副院长你们要争取院长跟副院长宝座的人请你们这一次提出证件发表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要求你们如何要改革立法院如何让他变得有效率这是我们人民应该要有的要求 我觉得有几件具体的事情可以做因为国民党现在就是获得稍微多一点的民众的信赖他又成为执政党 所以他其实可以由国民党带头提出一个建议就是立法院从这个会计一开议以后就成立一个立院议事改进的委员会改革委员会由国民党着急 那你各党如果不敢不来因为你意识效率一定要改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要脱胎换骨大刀阔斧的改革的话你一定要能够另出必行而且要有效率而且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对不对所以你的党政协调一定你党主席要介入你不能再不介入了你不能都交给王院长因为王院长他的角色就是四平八稳他也讲过他说我当国会议长我也不能偏袒国民党 他已经这样自我认定了从学理上来讲也没错那所以你马英九就只好扮演起执政党的这个党主席协调党政 对好像我们大家对于那个立法院好像院长啊副院长都离大家很远不远所以我们这边特别提出来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这些新进的这些所有的已经选过的最新民意进去的立法委员你们要要求谁要选院长跟副院长谁要改革立法院请把他们的证件发表出来大家一起监督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发展的 不只要发表证件他们还要有些创新的观念跟政务官一样我们现在行政部门要通过法案一定要先经过行政院院会除非立法院自己提案 行政院院会要通过这些法案应该要让执政党本身在相关委员会里面的立委就要进来协商他们觉得说这个在立法院没问题的时候说真的不要讲四分之三啦只要怎么样只要过一席就好了啦只要你的法案是好的过一席什么案子都可以通过啦 我觉得民众最简单你看到就是你不管其实反对党只要有一席就够了你整个立法院就可以瘫痪所以我给你四分之三国民党多数你没有用我现在给你稍微的过半其实我们大家就要看你还有没有用所以国民党是不是还是没有用那就下一次 你国民党就整个就毁掉没错对不对我不用再给你那么多席次你因为给你再多席次你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个顺畅的议识嘛对我们讲的其实都是让他的执行效率更好的一些方法但是坦白说这些方法存不存在都存在 我觉得有几个原则嘛你的党政协调会在不在在然后那个都很细节奉行那个都太细节我们现在就讲说怎么样你能够现在现在打架的时候请问一下议长你能不能够排除整个的一个议识状况对王金平不愿意排除请你用证件发表告诉我们大家以后再打架再不能够进行议识的时候你动不动用警察件他的处理方式如果有这种院会 对他就请曾永泉出来主持他就避开了这个这是没有办法的就有没有警察权可以介入然后让议事进行顺利是不是要强硬起来这个必须要让大家了解清楚还有一个就是所有的所有的党团现在一共有四个党团对一协商的时候我不管你是不是过半的过半的政党我通通给你一票每四个政党四个党团一个人一票请问一下我给你国民党办数干什么没错对所以所以理解这个就说 你知道我这样正常开玩笑你就数人头嘛然后一放就放四个月对什么法案都放四个月然后他就说国民党多数多数啊举手一票跟人家拳头两拳所以呢你一票抵不到人家两拳那最后结果你知道理解我觉得问题最大的观点是说因为这样的结果所以协调出来有些法案是我讲说很变态的我举个例子我这个不图不快你知道吗陆生来台三管五卡三管五卡里面有个非常变态的规定是如果说你在这边谈恋爱可以因为你的学生身份不见了 你知道他是跟台湾结婚对不起请滚蛋对对对我觉得你这个是非人条款你知道吗为什么就是立法院协商协商出来的为什么马尊重怕被扣上红帽子因为国民党一票啊因为国民党一共占了81席对民进党十几席一票亲民党以后进来三席也是一票所以你就得听他的你就全部大家通过一样所以你说施誠我请问你三管五卡是谁答应的就是那个是赖吗 是马总统答应的所以我刚就讲啊所以你知道那个改革嘛所以那根本就不是协商的问题那是你的政策方向不清楚的问题对如果你的政策方向清楚其实当时三管五卡答应了后来有没有打架也打架了后来过了没有也过了也过了所以你如果你在协商之前你自己政策方向不清楚其实立法院除了拖延让人觉得生气愤怒之外 很重要的是很多的法案莫名其妙端上台面啊对啊对啊所以整个的一个我觉得立法院要脱那个胎就是你还是回到马总统的身上对你有没有你有多大的决心勇气毅力对立法院开刀然后去领导立法院我看这个立法院将来啊在这个会期我看是很难有安静的日子因为他民党总统没有当选所以他一定会把主力放在立法院对不对所以他们从 开议第一天开始我觉得就会开始有动作了一定会有很大的动作所以我觉得不能太高期待恐怕闹到最后要让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讲的脱胎换骨能实现的话恐怕要通讯投票真的我有想过最后就打到脱骨而已不是脱胎换骨而已要我回应一下只好通讯投票嘛你不能在议场里面按啊脱胎换骨叫做搭骨折对骨折全部脱胎换骨了 我当校长的时候开行政会议要多久时间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半我开校务会议啊两个小时所有的法案九成都通过我们的政策要讲清楚嘛论述要清楚嘛然后到一定的时间就是表决嘛很清楚嘛任何人要违背这个大方向会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对不起学校嘛如果你的政策清楚的话杨志良当初第一次的健保案的那个法案啊不清楚被批评嘛可是他第二个调整版出来大家这时就过了因为不过不行嘛现在有多少这样的 法案政府部门要不要提出很清楚的政策方向然后让大家来了解假如这个法案是好的话民进党港法嘛就是你法案不清楚嘛现在的立法院有没有给大家是收鸣的立法院有什么东西都是协调收鸣大家都来每一个人都好像各方的势力都能够获得一个安抚这就是现在的大家对立法院的感觉打架然后就上国际媒体丢死人可是可是不会用动警 警察权有没有可以用警察权当然可以用当然可以用警察权啊对啊好像只用过一两次对啊可以执行警会勤务吗对啊有啊院会没有可以院会啊院会没有用过对啊为什么不用呢为什么要让那些人吵成那样然后你少数人如果跟法师院会大选那么多人干嘛下来我觉得立法院已经能带到极限其实我们看过去四年你没有动用警察权该过的法案也是过的他的问题都是出在说那一些法案在争议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没有在 你如果在站得住脚然后大力的通过民众就给你掌声如果你是站不住的脚你还大力通过的话民众就给你虚声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前面的就是硬起来嘛对啊硬起来就要硬起来就要硬起来其实他硬起来不用动用警察都硬起来了我当校长省政院也是要硬起来立法院也是要硬起来都要硬起来